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宋家元 我今天来呢 我想找一位 适合我的男生 阿姨 我特别想称呼你一下 大吉豪 大吉豪 你这太有范儿了 还有个大金链子 这都多少年了 我都不爱戴了 想换个款 太多了 这上面是个心 我能有二十多年没戴了 事情紧着那时候我买的 你为什么没脱 你为什么没脱 小眼睛也没摘 你平时给别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呼风唤雨 也是这样的吗 非常大气 你手下有多少号人 对 手下就是光感失灵 这四号你嘉宾太逗了 这四号你嘉宾太逗了 以后你俩在一起 你愿不愿意做他的手下 太愿意了 这么一个大将你愿不愿意要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大哥多威风了 谁敢欺负我 是不是 像不像一座靠山 尬树吗 对 对 对 这阿姨真的上面叼底下小花裤 配一个小皮 这算啥呀 谁也不怕知道 谁不也不惧 你知道 对 给我们的感觉 你是属于那种驰骋江场的感觉 对啊 啥也不是 赫马奔腾 啥也不是 就是那种这是阵 为你打架的江山 确实啥也不是 就是一位草民啊 有点像东北女汉那样 通过我们女嘉宾的生活短片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 咱们圣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姐 20334号女嘉宾宋佳元 68岁 沈阳人 丧偶 企业退休 女儿已婚有住房 大家好 我叫宋佳元 来自沈阳 今年68岁 我喜欢运动 偶尔喜欢跳跳广场舞 喜欢旅游 喜欢看山山水水 欣赏美丽的风景 每一次走进大自然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心情都无比的舒畅 生活中 我也是一个爱干净的女人 料理家务不成问题 可家里头不值得再温馨 防止再整洁 身边还是缺少一个陪伴自己的人 我不太擅长做饭 希望的另一半有一手好厨艺 未来的日日我们携手一起走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来了 短片里边说你对对方的厨艺有要求 咱自己不会做饭 会做 但是就是高的水平没有 煎草膨杂了 像我们的饭店那些 家常便饭还是可以的 就从你这身材上来看的话 你应该对吃没啥要求 但是我对生活的质量 还是有点要求的 这个女家务性格比较急 但是她这个性格 说话特别的直爽 有啥说啥 咱男嘉宾啊 厨艺了得 你点个菜看看她会不会做 柳油段吧 柳肉段得过油的 太简单了 红烧排骨 您是不是爱吃排骨 可以吧 您说一下吧 排骨一共有多少种做法 红烧排骨 糖醋排骨 盐水 盐水 盐水排骨 还有一个清炒 鸿焖 清炒 鸿焖 六样了 六样了 最后还愿意吃什么 还愿意吃啥味的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六样了 六样了不走了 你看见没 这俩人十个菜都出来了 这会儿供供 全部在话下 这个男的纯粹是一个过日的盐 一个人有要求 另外一个人还愿意去配合 觉得乐在其中 这就是日子嘛 对 对 因为还想问个问题 阿姨你的眼镜是租来的 我这眼镜可以摘下来 我这是新买的水晶镜 就是天眼的 显得一点 对眼镜好吧 我眼镜有点就像露风眼似的 就是一间方把他摊在那儿 这个屋里没有风 那我拿下来 除了他的风 我这个是远式镜 远式啊 你也可以摘啊 我也可以摘 那你俩行吗 一下 来我帮你俩盛上 把你俩眼镜放我这 给你先存上 不耽误看人是吧 不耽误 要耽误看人的话 就带着 好不好 多快 不耽误看人